5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是加拿大Victoria Day 香港是星期二的早上8点半钟 这一节就是说回未来有一两只股票 和之前我的预期 究竟是看回结果 还有我也说到油价股 本来就打算在YouTube那里录小一点 Patreon那里录多一点 这一节本来都打算放在Patreon 但是本人暂时还不太适用Patreon 所以现时只在YouTube发布 我再搞多一个礼拜 让我自己熟习了Patreon是怎样用 我就可以将影片放在Patreon那里 因为实不相瞒 做了两年多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水肥投资日记的朋友 有粉丝的只有几百个 就是不太多 而这几百个里面是可能有四分一 是真的经常看股市的 他们就会觉得挺好用的 但是有一部分小部分的观众 我觉得他们未必是市场中人或者是都不知什么人 但是我们都欢迎啦 只不过他们就乱写留言的时候 就很令人 discouraging 我变成来说我们向前买进了 我们就好像搭火车那样 我们就不等他们了 我们自己就向前买进就怎样呢 就将重要的资料放在Patreon那里 而慢慢慢慢就会将这个Youtube 就是我们叫做Failout 因为都帮了Youtube两三年 虽然我们是聊聊 不是很多的听众 但是在Youtube我觉得打开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是用会员制度 因为会员制度自己给了一小部分的会员费 有五元的会员费 也有是百五元的会员费 自得人和两种 五元和八五元很简单 五元就是普通会员 八五元就是你忍着要炒股票的那些 对不对 那么最重要就一定赚得回 每一集在现在开始你发觉 闲话真的不要多说了 投资日记当然是赚钱 所以马上开球看看 在我讲的小米 从香港的股票开始讲起 小米来说你发觉就在面前 小米就算是我上一集我都有讲的 就是上一集本来打算放在Patreon 不成功的 所以今天就是放在Youtube 我是叫人买小米的 但是你看到小米今天坐下来 接着再上回来 开高跌了下去上回来 在中间位收市 你看一日图就看到了 是很惊涂巧落 在浪的 出不出到 12345我的网络 一个V字这样上回来 但是来说 有时买股票的东西 你一定要自己的心要很顶 看定方向 小米我们来看 下一个价位是13.3 才会遇到阻力 换句话说记住13.3 遇到阻力 在13元 12.99元 我就叫同学会员 在那里要第一阵阻和车 然后他回回来才再闹 怎么知道今天突然跌得这么快 很明显就和美国想封杀 这个中国的IC 即是这些chips 华为打击最大 目标是打击华为 但是打击华为的时候 可能是 就是 杀错良民 小米会有被影响 所以今天会跌下去了 但是有些人搞清楚发觉 不是的 现在都不是搞小米 是搞华为 然后又上回来 但是小米就是上升轨 上升轨 唯一一段时间看到 我用cursor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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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这个上升轨 还有这里也本来是一条上升轨 今天这条上升轨 向下shape一点点 其实都是一条很稳健的上升轨 所以拿着小米的同学朋友们 暂时我还是看高一线 就在12.99那里可以是我的学生 或者是我的粉丝在那里 在那里挂车 这个冒险你买到十三个多 OK 这是第一点 OK 第二只 现在看save投资日记 跟以前不同的了 很快而准 赚钱 OK 为上 希望帮帮大家 第二只 在上股票班的时候 上个礼拜 我股票班有四个同学 今天第一次股票班 希望这四位同学 看完这一集 在下面 除了点赞 留一留言 你说 Eric真的说过 我有一位同学 他是加拿大的 他名字就不说了 就是S字头 刚才我跟他打个电话 我那天上个星期上堂 说波音的时候 要是他问的 有问题 波音不能过 我说暂时他在下降轨上 我们是要等的 等他破位上 而我刚刚问一张纸子 上堂的时候那张纸子 我说他如果是过了136 即是见到136 你就可以入了 未见到136 就不行 哇 大家看看今天波音 波音今天就是刚刚最高的136.2 就是刚刚过了 OK 那 其实呢 你看到呢 我就很稳健 他真是破位上那一刻 我才叫人买 现在136.2 就是说呢 BA这只股票 将会是ERIC 明天的目标股之一 欠完自己 没有那么多钱而已 买股票就说 哈哈 现在我就是 守着绑着两只股票的 入了两只股票 我待会给大家看的 OK 我每一次入账户 我都会在这个会员的网站 公布给大家 现在我当会员网站的了 暂时我就全公开了 当我知道Patreon怎么用的时候 就是放在Patreon到会员才看到 OK 现在就是还在公开 OK 那 BA是过了136 可以入 今天最高是136.2 即使说波音可以入得 都升几多 OK 即是十几二十个巴仙 都会有的了 十几个巴仙 所以呢 我打算就将那些基资金 就另外一只股票 可能不要 就放回到波音 因为波音刚刚上 OK 那另外 看回我前上一个视频不是说油股吗 Husky在这里 油股 Husky OK 弹高一点点 未破位上的 正在预备升 Husky OK 即是这个 HSKY 加拿大的油股 李嘉诚有份的 BP 是英国石油 大眼都上来的了 看到BP 预备破位上 我觉得它的势 就已经刚刚在上升轨 即下降轨的顶部 只要BP 多充两三个架位 就是破位上 OK 还有一只 显乐石油 看到吗 显乐石油 就是预备破位上 三只油股 蠢蠢欲动 今天都升了8% 我是早几天跟大家说 我说这些油股 给大家很多问题 它没有理由长期降低 所以大家是什么时候捞底 现在将会是时候 我今天说这三只油股 就等于我上个星期说的波音 一样 就是准备捞底 波音今天出现了 这三个油股 应该是计波音之后的股票 美国有过百个千只股票 那你这么多几百只股票 哪些股票才是有机会呢 那当然是看税费投资日记 OK 还有如果知道怎么用Patreon的朋友 都在信息 WhatsApp留言 我的WhatsApp很简单 就是加1 604 780 3312 分享一下 OK 好了 这三只油股 准备上 另外看回我入的股票 这一排我入了两只 一只就是INO 看看下面 INO 另外一只就是Batberry OK 两只都是原本股 INO 只能打在这里 INO 看税费投资日记 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不会只说的 在这个时候 我将这个螢光瓶放小一点 大家看看我两只股票在手 那大家看看我哪两只股票在手 第一只INO 在右手边 我Cursor那里 你能看到 日期时间 什么都有了 币号码也有了 没所谓 因为钱很少 OK 那你真的想核实 道明银行 这个户口 真的有过这些交易 经得起考验 OK 那这个是我同学基金的微基金 的一个 就是微 什么微基金 每人够1500元 然后呢 只有2-3万元 让我去帮同学 就赚回 叫做什么 只有十个八个同学 赚了一餐外快 半年赚了一餐 这样 我是在 今年 即2020年 去年的十月 三日一日做过一次 那次是3%的 接着我一直都没做 停了 今次第一次入试 就是这天 2020年的5月13日 我是用INO 12.3入 Filded 即入了1600股 是多少股 我用限价盘 限价盘 限价盘 当日的限价盘 入 买了 Filded 即入了 何时卖出呢 旁边的图 亦都相同的数量 亦都Filded 13.5毛半 大概赚了80%左右 OK 时间是多久 13日入 15日出 基本上是一日多些 另外 这支完结了 但是 我其实在当日13日 我还入了一支BB BB Filded 是4.38 现在还拿在手 BB是Batberry 即是现时我拿着BB 4.38 另外 我还拿着另外一支 就是INO 在赚了10%之后 我今天再入了14.05 即是换句话说 Eric现时有两支股票在手 微基金 4.38 BB入了股 14.05 加INO 一个4.38 一个14.05 好了 回来 看看市况 OK INO 我14.05 再入 为什麽呢 其实 我之前12月有几天 12月有几天 赚了之后 14.05 再拉 因为我看INO 是会 这句话真是 吓死人 OK 所以会员才好听 不是会员不听 不过 还有一点 就是我在分享我的买卖经验 是我的买卖经验 大家可以免费学习 我看它是会破第一个高位 是破四月二十七个高位 我看它会破十六个半 然后再会冲 再追这个十九个三五六个高位 这只股票是很厉害 那当然 要多久冲上去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好它 因为它是一只疫苗股 COVID-19的疫苗股 现时疫苗股不是很多 你看它整个五月 一会爆升上来 所以走势也很美 再加上它的概念也很厉害 那你想想 是不是 差点说没那么多钱 那我的基金仔 只有两三万元美金 那就变成来说 炒很少 但是 既然我的本金不是那么多 炒股票 那 不要浪费 那当然在Membership那里 等大家 赚钱 然后怎么样 用你们Membership的费用 五分一捐给教会和学校 五分四 拿来做费费 到时请回助手 不用自己这么辛苦 OK INO 我还持货 今天再进入是14.05 支持我十二个多 进入了一次 你不记得 我十二个三 进入了一次 然后前两天 接着我在十三个半 卖出 赚了10%到11% 然后接着我在今天14.05 再进入 同时手上拿着BB 那好了 接着你要问我 咦我做什么拿BB呢 这样要告诉大家 BB就在这里 BA就是BB BB 我是上课的时候 就和学生研究 学生问我BB 我说 因为BB很有趣 它是Batberry 都是IT股 来的 它是美国的股票 蓝莓 黑莓手机 Batberry 黑莓手机 只是奥巴马很喜欢用的 现在是勾了一点 勾了一点 勾了一点 勾到跌到 跌到得三 两个多人钱 但由两个多人钱 可以升上来 大家留意 但是由这个四月开始到现在 BB是以四十五度的上升 轨上 还是一浪低于一浪 还有很均匀 不过慢一点 真的慢一点 它记得今天这个大市座升熟 3% 它在低于一点跌 我 dürfen渐度上升 只不过是在升股,我是4.05进入,我看下一个浪, 我自己去到这个位置,4.8, 免费股票是这样,没有价位, 4.8,一个浪,一浪抛高一点, 大概到4.8左右,大家记住,4.8左右我就会抛出,即接近, 我刚才是4.3才进入, 看看,BB,minimizer, 这里,4.38, 如果4.8进入,4.8买出, 即是4.8减去4.38, 等于再随回4.38, 它有9%, 不过这9%真的有一点, 哪怕是有点慢, 就是说起码可能4-5个交易日, 或者4-5个交易日才上去, 但现在的波音就开始发力, 要等4-5日才赚那8%, 即平均一日赚了2%, 还是波音一两日赚10%呢? 股票的好处就是, 原来每天都有很多的选择, 只要你知道怎样选择, 留意水费流资日记, 不会有半句废话,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怎样赚微基金, 赚一个好吃的大餐每一次, 每一次都任同学, 任吃的, 海鲜, 下一次又半岛酒店, 还有同学, 麻烦看了YouTube那些留言, 你都要做个证人, 真是阿水, 我发明是阿水, 阿水真的一两年来, 每半年让大家豪吃, 好了, 没多说了, 因为现在基本上是入市的, 所以每一天都会这样录, 而直接就是一个实战实干的录影, 当然了, 世界经济分析, 在平日我也会说的, 但直接就是说实战实干, 最实用了, 这里是水飞投资日记, 你当是Patreon, OK, 这些应该是Patreon放映的, 现在暂时还在YouTube, 我学会了怎么用Patreon的时候, 这些就全部都在Patreon, 就不会在YouTube, 接着我就在YouTube, 拜拜,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